俗称咖啡山的五级布朗坟厂新道路的建造 目前已经进入了基础与结构工程的阶段 陆路交通管理局授寻石头路 为了方便建造工程 附近一些道路将从明年的第一季开始改道 来看记者聂工威的报道 穿越咖啡山的新道路全长两公里 它将衔接麦里芝高架桥和亚当汽车天桥 以舒缓罗尼路和泛岛高速公路在高峰时段的拥挤情况 新道路将包括一座汽车天桥 而靠近泛岛高速公路之路和迁幅路之间将出现地下车道 新道路工程已在2014年分阶段开展 随着工程进入下一个阶段 从明年第一季开始 咖啡山附近道路将进行改道 为了减少对开车人士的不便 当局将在不久后正式公布改道的相关详情 而事工期间 公众还是可以经由不受工程影响的道路进入咖啡山 为了建造这条新路 咖啡山的超过3000个坟墓必须让路 当局从2013年底开始展开挖掘坟墓的工作 并把这些坟墓记录和存档下来 新闯明新闻记者聂国威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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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